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豹子 正如大家在封面所看到的 杨宝贝是马来西亚的宝藏 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这三个字都听到很烦 大家可能会讲 大豹子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再讲啦 我们还有很多更加有意义的东西 更加有意义的课题 嗯,我就懂 可是相信我 从一个热点跳到另外一个热点 不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个消费热点的创作者 热点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 只是我的手段 我要做的是一个利用热点 带你去看到更加深层次问题的内容创作者 那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说 但是这一支影片是我的常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马上开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就算跌倒,也要从地上拾起一把沙 意思就是 就算是失败了,也要从中吸取教训 不能够白摔一场 我相信我们在杨宝贝的课题上面是绝对失败的 一个网红的新闻可以联播一百多集 变成一难忘 你可以想象里面是多少人的注意力 多少人的时间,多少人的精力 可是与此同时,还有一大群人 他们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都搞不清楚是什么 这个绝对是媒体的失败 也绝对是公民社会的失败 可是我同时也相信 杨宝贝事件不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 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 反观我相信,杨宝贝事件 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那至于这个礼物是什么 且听我娓娓道来 我在以前的影片说过啊,如果不想看到那么多网红再惹事 或者是那么多惹事的网红 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少关注争议 多关注才艺 把流量留给值得的人 事隔几个月再回去看那支影片 我依然不觉得说自己说错了什么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天真 有一点一厢情愿 因为我忽略了一个很重大的时代背景 这是一个理性和道德已死的时代 我们看着别人的是非 但是已经不在乎对错 以前我们会用社会力量来意恶扬善 但是现在我不懂我们到底是分不清楚善恶呢? 还是分清楚了,也不在乎 你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不敢犯错啊 不只是因为法律的约束 还有来自于他所处在的社会的压力 而这个社会压力其实比法律更加早出现 从原始社会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 所有人不会做什么违反道德的事 可是,现在在这里这个机制已经失灵不管用了 因为就算是一个犯法的人他一样可以赚大钱 要知道哦,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 只要是艺人稍微失生活有一点不检点罢了 今天犯错,明天封杀 长家直接跟他切割 还没有拍完的戏对不起你不用再拍了 那拍完的戏怎么办呢?直接给你删掉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做到那么绝呢? 因为他们知道,艺人不只是承载着流量的工具而已 他们身上同时肩负着社会责任 他们要传递正面的价值观 可是镜头转来马来西亚却是完全别个样 在这里呢,就算是犯法 犯的错误是连法律都不能允许的哦 但是怎样?依然没有事情 你看到问题了吗? 我们和别人是完全两个极端 别人是连私生活的小事也要管 我们是已经牵涉到公共利益的大事情都不管 甚至,厂家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请他去上直播 就是要利用他的名气来赚钱 这些厂家固然很有问题 可是更加有问题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看他们呢? 我管这些叫做群魔乱舞 你知道那一场直播有多少个人看吗? 最高空有11万人 这个11万人是什么概念? 是一个马来西亚顶级YouTuber在一天里面会累积到的总观看量 但是在那一个晚上,这11万人是同时在线哦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流量是多么的大 在网络世界里面,流量就是力量 有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给他力量这到底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价值 越是荒腔走板,越是离经叛道 反而能够得到越多的流量 而那些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人呢? 却只能够被埋没 然后那些人过后才讲 哎呀,马来西亚的网红都是不能用的啦 我也说过,马来西亚其他创作者不能够只是自怨自哀 不能够怪别人不来看你的影片 你要让自己的影片有吸引力 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怀疑 我们究竟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 在lock up里面跳blackpink 然后说以后不会偷IC,会偷credit card 是我没有幽默感吗? 怎么我觉得不好笑呢?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一直不断的在淹没我们的感官 真的很好笑吗?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一个犯法的网红两天做直播可以赚55000 大人会嘲讽说网红很爽很好赚 但是你觉得小孩子会怎么想呢? 你还觉得很好笑吗? 当然,杨宝贝也不是第一个人 在他之前,我们还有box school 身上有几十亿的丑闻,依然能够咸鱼翻身 你知道为什么吗? 答案就在那个口号里面 Malu Ababo School 羞耻什么?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当然,杨宝贝和box school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 但是正因如此 杨宝贝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简讯 如果说box school的影响力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势力老数盘根 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那么,杨宝贝到今天依然会有商业价值 完全就是因为 道德伦伤 商家们用龌龊的伎俩来做廉价宣传 而观众对道德底线麻木无知 但是我依然相信人性本善 我们对道德良知是有与生俱来的追求 只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追求会被麻痹? 原因可能有很多 我今天只说一个 有一种人他们紧跟着时事 奥阿迪出意外了 他第一个知道 谁谁谁被吵鱿鱼了 他也马上知道 或者说什么国家又打仗了 哪个伟人又在去世了 这些他都知道 通常我们会讲这种人很厉害 知识型 可是我不那么认为 有一些人上过学 可是他不一定有读过书 同理,新闻看得多的人可能也只是流于表面 现在的头条一天有十个都不过分 可是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些新闻的态度是什么? 是做梗涂的素材而已吗? 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话而已吗? 看到吗? 我们读新闻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那种严谨 有逻辑的深度思考 只剩下各种泛滥的情绪 可是这种情绪你不要讲三分钟热度 可能连一分钟都没有 因为你又划到下一个新闻 马上又被另外一种情绪给覆盖了 但是不要误会我 我反对的从来不是在新闻当中加一点娱乐的元素 我觉得恶心的是 现在的做法更像是在娱乐里加一点新闻的元素而已 以新闻的糖衣来包装娱乐的零食 然后告诉大家 我吃得很健康哦 我管这种人的心态叫做爆米花心态 就是捧着一大罐爆米花 然后准备看drama的人 所以当你知道在热忠时事的面具下面是这个爆米花心态的时候 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遇到那些越脱续越荒唐的事情 反而是有越多的人蜂拥而上 我们的道德感就是每天沉浸在这种高强度刺激的环境之下 变得麻木的 什么伦理啦 什么道德啊 都比不过一个劲爆的头条 一个有看点的争议 可是到头来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就好像在盐水里面游泳 到处都是水 可是我感觉快要渴死了 从里脑袋里面全部都是热点 可是你没有形塑起一个有质量的独立思考 你没有一套经得起推敲的价值观 有什么用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 人们放弃了思考 被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给圈养 追着话题跑 那一晚11万人的直播 除了荧幕面前的喧嚣和热闹 背后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一大群空洞的灵魂 物质的世界很精彩 可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文明却在逐步的退化 这个警钟就是养宝贝带狗们最大的保障 有一句电影台词是这样的 为什么狗咬尾巴 因为狗比尾巴聪明 如果说尾巴比狗更加聪明 它就可以咬狗 网红、媒体和商家是尾巴 大众都是被咬的狗